Hello,大家好,我是王刚 本期视频我跟大家分享一道家常菜 姜葱蟹 首先第一步我们来处理螃蟹 这个绳子切掉了之后呢 我们把这个绑它的绳子去掉 但是去的时候要小心 不要被它夹住啊 这个螃蟹夹下还是挺厉害的 我们首先就把它这个爪子给它夹碎 抠掉了之后呢 然后把它翻过来 把它这个角尖给它剁掉一点 要不然它老是抓人 好 下一步就把它的这个壳子给它开开 把它扳开 这样就把它给扳开了 然后把它这个绒毛给它去掉 这个绒毛是不能吃的 在家里做一定要把它扣干净 其实这个里面的这个东西也是不能吃的 这个是很脏的 下一步把这个螃蟹从中间剁开 这边再来一刀剁一下 然后把它弄好了之后来准备有辅料 把它给冲洗一下 螃蟹我们准备好了加点盐来腌制一下 有条件的话可以放一点料酒 我们让它腌制几分钟 这段时间我们来准备姜葱 这个葱呢我们把葱白分开放 葱尾放到这边葱尾最后下 因为葱白要先下过去炒一下 然后我们准备点生姜切成片 稍微可以切厚一点点 这个螃蟹下锅之前呢 我们先要拿这个肉的这个淀粉上面蘸一下 这一步的目的就是锁定它的水分 把这个只要是有肉的地方都给它蘸上干淀粉 这样它的鲜味才不会流失 这个干淀粉蘸完之后呢 我们就下一步就开始制作了 我们先把锅烧热然后把那个螃蟹煎一下 一般在餐厅里面呢我们是直接用宽油来炸 但是家庭里面我们考虑到就少放点油煎就可以 加一勺油 油可以稍微的多一点点适量的 油煎到七成热的时候我们就可以下螃蟹煎一下 这一面煎好之后给它翻一下 也不用煎到太熟 就直接把这个面给它煎到封了口就可以了 好我们螃蟹煎好了把它先盛出来 然后剩下的底油呢我们再给它烧热一下 烧热一下把这个姜下去 先把姜爆香 姜爆香以后加入这个葱段 葱头 葱头炒香之后加水 先加一碗水 然后我们现在开始来调味了 加一点盐 加一点料酒 加一点白糖 再下一点点胡椒粉 然后再少下一点松抽 汤烧开之后呢 然后把这个蟹放上去 可以 这个螃蟹我们大概烧了三分钟就够了 烧好三分钟之后呢 粥芡 加点水淀粉 我们做好菜之后加点葱段下就可以了 把这个葱段炒熟了就可以出菜了 很简单的一道姜葱蟹就制作完成了 咱们下期见吧 关注西瓜视频美食作家王刚 这里总有一款属于你的菜 吃饭 switch 然后把这个葱匙按开